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意到今天5月11日 正是《立马斗耶稣会士》在中国驱逝400周年纪念的日子 他是其中一位在中国土地上展开广泛福传的传教士 把基督信仰的讯息本地化 开创东西文化的交谈 为庆祝这次纪念 制作一套名为《立马斗 一位在中国的耶稣会士》的纪录片 加深瞭望这位开创先河传教士的生平 影片长达60分钟 拍摄意大利与中国各地的景色 获耶稣会统修院和《立马斗》家乡马赛拉塔教区的赞助制作而成 《极壮高卡》是这套影片的监制 史无前例 它获得中国政府的准许 随意到各地拍摄 例如紫禁城 极壮高卡分享立马斗对它的影响 我被立马斗的为人所吸引 首先是由于它的人格 其次是它的信德 它希望传递的那份伟大的认知与良知 是我们所有有善智的人可以获得的 为纪念这位传教士去世四百周年 教宗本都十六世发表的文告中 突出这位耶稣会士的生平 确认它的方表成为今天欧洲与中国文明相遇的楷模 立马斗把我们的信仰带给那个从不认识基督的民族 但同时也让他们认识到欧洲的民族 这是非凡的地方 因为这意味着它以个人的残怀与能力 开创一种相互的沟通方法 我相信 这样出众的人物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优质新闻的全员 H2O 与极壮高卡合作制作的影片 已翻译成意大利语 英语 法语 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和中文 可在我们的网上订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